其实日本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让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还没有吃过 帝王蟹 特别大的那种螃蟹 还有那种 大龙虾 也是海里边那种 生活了大概 几十年几百年的大龙虾 还有这种 鱼子酱也没有吃过 只看到那个在一个明星栏目里面 有看过他们吃过这个鱼子酱 感觉应该很好吃 所以我想在有生之年 哪天如果说有钱的话 可以尝一尝这几种东西 但是现在让那个小日本 这么一弄的话 我这个帝王蟹 这个扎龙虾 还有这个鱼子酱 应该是 吃不着了 应该是吃不着了 除非我现在立马就去吃 但我现在还没有 那个实力去吃 等我有那个实力之后 这个大海应该就被污染了 非常的痛心 我一个是在前日的时间 也没有去海边去走一走 冲冲找什么的 过几天再去 这海水应该也被污染了 反正这个事情让我 非常的生气吧 非常生气 赞托送了很多人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梦想 还是一个念想吧 未来的一个期许 也被他给耽误了 感谢观看